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你任何一个 别说小的请求 大一点也可以 我都满足你 不要再纠缠张言了 欢迎啊 就这个我做不到 其实呢 我是在跟你情面 我想让你知难而退 体面地 圆润地走开 这个要时间 好吧 呃 我会解决的 省个一顿饭 拜拜 呸 没走啊 我困了 在这儿睡一觉不行 哦 你清香得怎么样啊 在我这个地方 已经有了一种人 你问一下我这里是谁 是谁 是谁 问一下 跟我有关系吗 干吗问 张晓秋的事解决得怎么样 我都说了嘛 我妈跟小商品床的老板 打过招呼了 那个汤味给他留着 他也同意 先到我那儿当宝 只要家里面不开麻将馆 没有麻将的声音 孩子们就可以 踏踏实实地去高考 我也可以踏踏实实地 去和郑如新约会了 约会 你一种人是他呀 你问一下 我就告诉你 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 哦 无聊 用嘴尖 贵宾晚上好 两位这边请 这个地方是不是太铺杖浪费了 我觉得 没必要给我那么大面子 无所谓 我们随便找一下 就 就可以了 你觉得呢 我没说我请你啊 是你有问题要请教我 所以今天的饭你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是一项综合的事业 它和国情国力有关 和民俗民情有关 还和思维和观念有关 那比如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和观念呢 你比如说我吧 我经常在南京和维阳两地奔走 其实我是完全可以举家迁到南京定居下来的 但是由于我的父母 他们不愿意离开熟悉的地方 这里有他们熟悉的人 熟悉的环境 老婆也不愿意离开熟悉的地方 老不离乡 衣锦还乡 落叶归根 这就是中国人的既定观念 对 这个我见过 社区里有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 对 中国的传统家庭观念是很难改变的 我建议你啊 你可以去个园 和园去看一看 个园 和园 个园呢是完全的中式建筑 和园掺杂了一些西式的建筑成分 但是就家庭格局来说 他们都是大家庭体系 中国人讲老有所医 老有所养 这个养和医 依靠的就是家庭成员 也就是儿子 长子 俗话说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不 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行工得不恰当 就是因为我碰着过 好多超生的事例 一了解才发现 多数超生的情况 都是想再生一个儿子 中国人有这种想把劳动力 继承下去的这种传统 可能是中国人的特色吧 对啊 这个养啊 就除了经济上的继承以外 就是你说的劳动力上的继承 那么这个一呢 除了经济上的依赖以外 还有情感上的依赖 中国有句老话 你知道吧 父母在而不远游 什么四世同堂啊 儿孙让息啊 这些都是中国人 传宗接代的一些 家庭观念 是 所以说 你制定养老辅助办法 一定要从这些出发 从中国传统的家庭理念出发 又要结合实际 你接触过那么多家庭 这一点你是必须要考虑的 听你说了这么多 真的是太受启发了 你绝对是我的粮食义友 可是 我不想做你的粮食义友 太好了 谢谢 阿叔 就是这个东西 最近在网上成为热点了 老人联系卡 阿叔 您看这个事情 我们有没有利用价值呢 不大 我知道 这是那次杨县去看望熊走 听说到老人很孤独 他很激动 他这是要解决 空潮老人的问题啊 这事儿挺难哪 王小军啊 这个建立社区养老体系啊 是一项工程 这个杨县啊 给我们带了一个好头了 好 好 王军 我们俩可没车弄好啊 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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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有声话你接着说 你看啊 王军啊 这个杨县啊 制作了一张老人联系卡 这老人卡上登记了老人过去的职业 这些爱好 那些老人常年在家里不动 有人让老人联系卡以后啊 能互相联系 表面是一件小事 可是联系这时间长了以后 就有很多好处啊 你看 老人突然发病了 救援人帮助他 马上通知警务事啊 不是 你这个是把你们这道办的事 往往派出所推吧 这 真是 这怎么能是推呢 警命工件 协和社区 可是咱们的任务啊 是 有些事啊 你可能只看到它的好处 没有看到它的副作用 副作用 这个老人联系卡成为热点以后 东方家园就突然冒出来 十几个保健品经销点 这里边 就有些是坑崩拐骗的 杨县已经发现问题了 正在做调查研究 所以啊 隐藏的危机其实不少啊 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确实很重要 但是老年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也是有很多隐患的 我们派出所怎么预防 这才是大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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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保健品经销商 一欧风都涌入社区 很快就占领了老年人的市场 那些被坑了八百遍的老年人 对这件事还那么痴迷 你说这是为什么 其实啊 我觉得 他们是服务比较周到 工作呢 比较细致 他们呢定期还安排人 上门给老人洗脚 送点小礼物啊 组织组织什么聚会啊 说白了呢 就是掌握了老年人的心态 我问你 你会给你父母洗脚吗 我哪有时间 这个你谈一下 这个你肯定行 好久不谈了 其实啊 你不是没时间 你就算是有时间 也不会放在这件事上面 因为你认为 你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不是 我是觉得啊 这个老人啊 他自己本身能够洗脚 你说突然去帮他 彼此都不适应 老年人聚会呢 实际上也是一种营销手段 他们预先在推销商品的时候 给老年人心理暗示 老年人吃了保健品以后 再一交流 之前所有的心理暗示 就都发挥了作用 对啊 这个东西大家都说好 所以呢 就加持那这个心理暗示的作用 嗯 有很多老年人宁可省吃俭用 也去买保健用品 保健食品 不过话说回来了 保健作用有多大 只有厂家心知肚明 所以说这个行业靠的 就是服务 其实我的公司靠的也是服务 只不过呢 做得没他们那么细致 人家有高额的利润 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培养出一批 吃苦耐劳的销售队伍 可以激发员工的动力 这叫直接式的利润提成 你的护工队伍呢 在你汇报工作之前 首先我要表扬你 严院长专门打电话过来 跟我夸你 他说这三个月来啊 连他都快撑不住了 你能坚持下来 他说你工作努力 而他夸你的话 正是我要使劲夸你的话 怎么样 开心吗 开心 帮我谢谢严院长 顺便我也想跟你说一句 你放心吧 我会继续努力的 漂亮 我要的就这个态度 好了 我给了你一个好消息 现在 还我一个好消息吧 结论不是很圆满 没关系 我扛得住 最后的协商结果是 不恢复公职 但实际上呢 也算是恢复公职 恢复名誉了 您就别太在意这些了 谢谢张科长 不谢 不 关师傅是这样 咱们退一万步想了 这个物流公司啊 没有耍什么手段 其实我们也应该感到庆幸 他们能耍什么手段 他们在你身上花的钱 可不少啊 又引来那么多的麻烦 那你说他们为什么 不拿这些钱去外地 随便找两个人 就是过来说你有违法的行为 你怎么办 你没办法 还好他们没这么做 说明还算是光明磊落 再说了 你也快到退休的年纪了 你要这个公职也没什么用嘛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 理解一下物流公司 他们的处境 第一 当年处理你的那个书记 他退了 其次 好 他们真的给你恢复公职了 那那些其他没有受冤枉的人 也要去闹去 怎么办 那公司不就疯了吗 对吧 是 好 现在物流公司给你的这个待遇 其实是和一个正常的退休人员一样的 保险他们给你交了 不用你承担 是他们来承担 退休金 在社保中心 你随时可以去拿 你说这跟恢复公职 有什么区别呢 对 物流公司还是决定 赔偿你四万块钱 当然这个是 你院长办的争取的 你看 当你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渠道 去争取的时候 你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 就连省高院院长 都会站出来替你说话 对吧 这叫战斗点 你好好地考虑一下 如果你满意了 我随时带你去物流公司办理手续 但是如果 你心里还不舒服 不满意 你觉得还不行 我跟张言继续帮你办 行了 别再跑了 怎么了这是 没事 后来这批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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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吃都别去了 我去 没事 别担心 咱俩再跟他说说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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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温师傅 你要是还不满意的话 我就接着把这事跟你办了 办到你买一杯水 我答应过你 杨警官 继续继续继续 别说了 别说了 你啥也别说了 杨警官 为了我这事 你出这么大力 那么多人都在帮我 我要是再不知足我 我 我就这他妈不是个东西了我 你放心 我今天就去刑警队 我彻底交代 我画那幅画 有危险法院和物流公司的意思 也有烧楼的预谋 我愿意接受 接受任何处罚 我跟你说呀 颜颜 昨天第一次洗她的臭袜子了 这种事呢 这种事你好意思拿出来讲 都二十五岁的人了 才第一次洗自己的臭袜子 让你的青剑 会笑到打牙的 赵文道 细死可以 巨大的进步啊 你太容易满足了 妈 嗯 我这正工作呢 你老进来干嘛呀 你早出晚归 东奔西跑蛮累的 嗯 谢谢妈 虽然说那东奔西跑的有点累 但是我觉得特别享受 喝点银耳工不气的 银院长得一直在表扬你 你还不满足啊 那我再表扬你一遍 上场纵火图所有的后患 都被你的努力给解除了 你太棒了 你太美了 你得到了 你了 你得到个人里 你得到一遍 需要一个人 证据 你去买帐 得到买帐 我一遍 要用帐 你必须的 만약属性 好了 这规定知道的呀 杨警官 老温是想给你这里啊 增加点喜庆 我明白 但是你看 第一给你的天麻烦 其次那么多垃圾 一会儿我还得清扫 我们放 我们自己扫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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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小友 一会儿你来 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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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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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科长 张科长 昨天老温是激动 他跑了这几年 晓得有多辛苦 再不能让你和杨警官去跑了 他昨天摔杯子伤了杨警官 他心里更难受 我提出啊 上大酒楼请客 感谢你们 给杨警官道歉 老温嫌俗气 说杨警官呀 也不一定能答应呢 肯定不答应 不答应 不答应 杨仙 遇到什么喜事了 正如心 请 郑小姐 你是属马黄的吗 马黄是听水声 你是听电报声啊 詹小姐 越来越会讲话了 没有 对 这位是 这位是康明护理公司的老板 杨康明先生 您好 杨康明 杨康明 杨仙 杨警官 早就想认识你了 杨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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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杨仙就行 好 好 好 庆幸如心已经说过你很多次了 幸福 这样 不好意思 我就谈点正事了 行行行 想要你招呼一下 好吗 你忙着 我们回了 不好意思 好 好 我们回了啊 走吧 走 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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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来 送到我了 谢谢 我们去喝醋吧 跟我还这么客气啊 我和杨警官聊得这么合盘 是我的荣幸啊 是我的运气 你们真是一拍即合 你们两个真臭味相同啊 铜臭味很重啊 怎么会有铜臭味呢 杨老板挣了钱以后回馈社会 这个境界是非常高的 吻合现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趋向 非常好 你的养老辅助社绝对没有铜臭味 相信我 说得太好了 这个跟铜臭味绝对没有关系啊 对吧 没关系 我也觉得你的境界很高啊 可是你们什么都没有做 就开始想要庆功了 这对吗 不是 张科长 咱这事不得一步一步做吗 是 是 是 杨警官 今天呢 如新呢 就带我来认一门 今后我们免不了打扰你啊 非常欢迎 杨夕 我今天来找你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徐氏企业跟风火所的官司 已经有结果了 你也知道这事 郑小姐当然会知道了 你的事情太很关心的呀 有些话 我想单独给你射一下 射一下 不知道 你知道我什么射诉啊 那个 如新跟我简单地说了一下 封火厂胜诉 法院呢 责承徐氏企业 予以赔偿 企业关闭 资金冻结 商标呢 将其助修 你是说我关心这个案子 就是关心杨仙对吗 你投心所好 再讨好他 反正都一样啊 不过你说 他是喜欢一个 对他毫不关心的人呢 还是喜欢一个 关心他的人呢 再说了 你刚才向我发难 他会看出来你很小气的 你是在提醒我吗 我不明白 姐姐是好心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徐政金不复判决 提出上诉 我估计啊 扳回败局的可能性不大 喝水 喝水 来 喝水 来 姐姐坐好 好 谢谢 杨仙 两家企业的官司已成定局 你无力回天了 没错 无力回天了 那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结果呢 烽火索赢了 他们会认为在维扬 没有了竞争对手 欣喜之余会加大生产 而这种欣喜 会让他们丧失最基本的判断力 什么判断 对市场的判断 加大生产 产能过剩 产品积压 而现在国际市场 对产品的需求正在下滑 即便说有需求 他们也会选择那些 老交道 老品牌 所以他们宁愿选择 徐氏企业的星盛品牌 也不会选择 烽火索的光盛 但是光盛才是老品牌啊 星盛应该是山寨的呀 按时间顺序来讲 可是你别忘了 产品的竞争 取决于市场的份额和销路 人们都喜欢那些熟悉的品牌 所以烽火索没有希望了 他们的经营思路闭塞 这样会疏忽于 掌握市场的动态 那徐氏企业呢 徐氏企业嘛 深陷官司铃鱼不能自拔 即便想生产 也没有生产能力 这样停工停产 职工会断了生路 企业很可能会倒闭 你认为这件事情 会引发很大的社会反响吗 我又不是神仙 哪猜到那么多 你就是神仙 病患护理延伸到社区很有意义 能解决住院男费用高的问题 媛媛 你不是要做一个养老方案吗 养老辅助 这个概念蛮好的 还不用做方案了 今天校长见到我主动跟我说 学校图书馆缺少一名管理人员 准备把他调进去 你怎么不少说呢 这倒是适合的工作 不适合 不说了 你们吃完了告诉我 我来洗碗啊 我来洗碗啊 他说啥 他说他洗碗 我没听错吧 是这么说的 快吃快吃 我来洗碗 吼吼吼 吼吼吼 小语 闻仙呢 杨警官被杨老板接到那个 泽生酒店去了 就杨老板一个人吗 就杨老板一个人呢 怎么 没什么 啊 什么情况 吼吼吼 我这听了半天 从你的思路上 我没有听到一点 有养老辅助的意思 先坐 没事 我站一会儿 把病患护理做好 兼顾养老辅助 那是太方便的事了 以后咱们在东方家里 还做个试点 数个榜样把它推向全国 再推向全世界 都替全世界人民考过了 境界特别高 佩服 先回来 全世界人民有各个国家先管着呢 我们先 回到我们的社区 东方家园 对 杨警官 公司运转的动力呢 是资本 资本的本性它是扩张的 公司赚到钱 才能把养老辅助办得更好 对 对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请你收下来 你好 请问姓杨的先生订的房间在哪儿 南京亭 这边 谢谢啊 谢谢啊 哎 请问姓杨的先生订的房间在哪儿 请问姓杨的先生订的房间在哪儿 南京亭 这边 谢谢啊 我是不是应该给你写个收条啊 来 你这话可就说远了啊 这一笔难写两个杨字 咱们可是兄弟 也是 打了收条就见面 对 杨仙 你受惠啊 可以啊 张团长 跟警察待久了以后 这法治关键是越来越好 那当然了 我现在是目击者 你最好赶紧把钱还给人家 要不然的话 我就把视频传到网上去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现在脑子转捩越来越快了 还知道往网上传 可明 见到 替人民感谢 你干吗去啊 你要逃离现场啊 张科长 其实那个钱哪 是郑如新托他买保健食品的钱 这没什么呀 什么保健食品啊 你没什么干嘛不跟我说呀 喂 杨仙 你在哪儿 你赶紧给我回来说清楚 张如新怎么可能让别人把钱给你呢 这么好的一个见面机会 他怎么可能放过呢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给我说清楚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你真的准备检举我吗 你要是不把钱还过去 我当然要检举你了 康文还在你旁边吗 不在 你听我说 如果你一定要检举我 明天再检举行不行 明天你就知道结果了 什么结果呀 我在你眼里 真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嘛 小钱也许不眼开吧 但是大钱就说不准了 明天上午十点 我正式地邀请你 代表你们街道班 来参加我们小区有一个 庆贺仪式 很多人都来参加 各个小区的居民代表都有 最重要的是有杨康明 还有公正人 还有媒体记者 庆贺什么呀 庆贺你收贿呀 拜拜 喂 喂 虽然这是什么 我尖叫你 我尖叫你 你叫我尖叫你 主角 我尖叫我尖叫你 我尖叫你 你叫我尖叫你 这儿叫你 你叫我尖叫我尖叫你 可以了 什么都说好 好 走 好 下面我们有请杨庭官讲话 传达喜讯 我宣布 东方家园养老辅助基金会 现在正式成立了 一个好消息 是由康明护理公司的总经理 杨康明先生 捐助的十万块钱人民币 已经打入了账上 此处有掌声 并且要热烈向我们杨总致谢 是杨还让我下巴来抬吗 杨总的意思是 随后将打入人民币二十万元 是 基金会啊 大家可能不知道 是在杨总的提倡 并慷慨解荡的情况下 得以成立的 所以基金会的名字 由康明来冠名 掌声 好 杨总 杨总 你看看 人家群众这么热烈 给点回应呗 说两句 好 好 杨总呢 真的是谦虚低调有内涵啊 他的意思是说 这二十万元 明天就打过来 不必这么急吧 掌声响起 太贺心了 我们这个养老辅助金金 将全部 用在我们社区养老的 辅助事业上 并且 社区居民将自动组成 基金管理委员会配合 居委会的领导下 实行管理和监督权 记者朋友们 来给我们的大慈善家 杨康平先生 掌声 好 中间 够了 来 开心的日子 今天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我这憋着一口气呢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大哑巴亏 你说他找记者采访我 帮我架上去的 不是 你还笑 我告诉你 热闹过后 我感到的只有苍凉和可怕 怕 你怕什么呀 这件事情上 你的利润是最大的 不是 你说他的手段比我还狠 以后跟这种人打交道 谁占谁的便宜难说 但是你的目的也达到了 而且那笔钱也给你做了广告 谁想做那个广告啊 第一笔钱我不敢说我是行贿的 第二笔钱我是给我自己面子 哎 但是你没觉得吗 这样一来 你把杨仙也加上去了 我个人倒是觉得 杨仙肯定能够帮你把病患护理 推展到社区 相信我 好 多好的天气 这天好的 对呀 那你带我来这干吗呀 开心啊 带你来散散步啊 你让我叫一下 我看颜康明的表情 怎么觉得他不是自愿的呢 他是自找的 他送我钱你知道想让我干吗吗 帮他跑跑腿 帮他擦屁股 帮他解决问题 我跟他谈养老辅助 他在应付我跟我打马虎哑 那对不起了 我就拿你这十万块钱 把你拉进来 看你做不做 他不敢怎么样 因为他担心我告他行贿 十万块钱最不小 我发现你挺狡诈的 太坏了 我给足了他的面子好吗 事是他提出来的 项目是他做的 我拿他的名字来灌了一个名 康明护理 这么大一个广告 他不感谢我们难道 你不会是以为我发现 你受惠所以才做这些的吧 我跳了啊 你跳啊 我真跳啊 真跳啊 等会儿 谢谢你啊 小泳子 说说说 什么事 卖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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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过了 怎么了 有个老奶奶啊 姓方 原来是个大婚人家的小姐 后来呢 嫁给了一个大地主 但是因为不能生育 这个大地主呢 娶了个小老婆 小老婆还很争气 生了个儿子 叫程鸿 就一解放 地主挂了 这个小老婆呢 把儿子扔下 自己改嫁了 程鸿是包奶奶一手扶养长大的 真的是一手扶养长大 并且让她娶妻生子 直到她事业有成 迁走了 把老太太扔下了 扔下以后断绝了关系 这还有这样的人呢 这太可气了吧 真是小老婆生的 这跟小老婆生的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啊 杨警官 我正给你打电话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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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老太太哭了一阵 然后就去找老沈了 说什么都要把自己的家具卖掉 说把你寄给她的钱还给你 她怎么知道我寄钱没的 她什么都没说呀 你真寄钱给她了 打电话给老沈 你告诉我先去找她 让她等我 好 你收不收啊 收 收啊 你要不收我可走了 老太太 你别走 杨警官上去等会儿 你放开 我摔倒了 你可赔不起 你别吓我啊 电视上我看多了 一赔就是好几万你们 你这个是 不碰你了 你稍微等会儿 杨警官一会儿就到 她竟骗我 人家怎么骗你了 你 你到底收不收 我收 你再便宜点 便宜点我就收 我多钱的 小杨警官 你 怎么了这是 就骗我 我怎么可能 我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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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不好 我错了 你怎么知道的 你不放开我 碰倒了我 你可赔不起我 你可见没有 刚才这个老太太 就这么对待我的 那你怎么做的 我赶紧就放开了 那你猜我会怎么做 你咋做呀 我教你 我赔你 我赔你 多少钱我都赔你了 就您加那些东西 加在一起五百块钱 碰到这样的奸商 最多给你三十块钱 你简直是罗面我 我刚才说了 给人家一百块了 你觉不够高的呀 现在 不能让你小瞧了呀 受到我的教育以后吧 我做主了 好吗 除了房子以外 剩下的 只要您不想要的 夯不浪当一切 他一万块钱收了 多少 一倍 你怎么那么多钱 你用还是不用 我不吵你 那我可以收 很好收 他收 这骗了 怎么回事了 方奶奶 今天您除了这仨字 就不会说点别的 平时跟我说这个 说那个的 就您老说骗我 骗我 骗我 不是 我骗您骗您 骗您的 你 街道办的张科长 专程过来调查我 他们怀疑我有问题 所以要给我做一个 批斗会 对 谁敢看你批斗会 我就是不要了这条老命 我也和他批了 你看看 但是如果 我要是没有犯错误的话 他们就不会批斗我 所以拜托啊 您跟他们解释一下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没有做错什么呀 为什么要批斗我呢 对不对 爸 我们别在这儿解释 太冷了 我们进屋 好吧 老沈 去一下你家可以不 借用一下 我能扶吗 那必须的 来 我让老沈给您送过去 您帮我好好跟张科长解释一下 好 能扶头 那就我扶你去我家坐会儿 太阳 原来啊 这个是受我披头的刺激 所以呢 我只能拿这个来 骗子 就 我可不是个骗子 怎么可不是个骗子 你真的是来调查杨警官的 是啊 方奶奶 你跟我说说 你是怎么知道杨先生骗你的呢 那年 杨警官找到了成红 回来对我说 成红呢 和原来的媳妇离婚了 另外又成了家 有了儿子 这个女人呢 对她管得特别严 成红呢 就为了儿子 只能听这个女人的 杨警官跟我说 不让我去为难成红 那杨警官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人家成了新的家庭 那我们应该理解一下 那杨警官还跟我说 那成红呢 对我也挺惦记的 还主动提出要给我生活费 不让我捡破烂了 说万一我要摔倒了 她也会伤心的 这不挺孝顺您的吗 这都是杨警官骗我的 不不不 主要是她是为了宽我的心 您确定她是为了宽您的心 不是骗您的吗 她真的不是骗我 杨警官是好人 她不是骗我 你千万不要开她这批斗会 范连您别着急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啊 小杨警官 你今天可真是把我给敲诈了 一万块啊 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垃圾 摆放在了公共场所 占用了正常居民的生活用道 不美观 不卫生 不挡了吧 都拍下来了 全在我的手机 好好 杨警官 你看 我哪位家那些破电视 破洗衣机 搞不好 我卖不了一万块 但是人家东西如果要是多呢 多了以后你凑在一起 是不是也有个八九千啊 那哥 赚胜了 我不是给你外面租一个仓库吗 答应你了 把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全割过去 还不行啊你